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這一節我講娛樂 娛樂就放了林鄭在這裡 因為現在很多正事都不關她的事 她也有她的正事 就是到街上買菜 即是發生一個施拉 施拉 施拉的行程 被人說很多人找她拍照 嘩 你以為那時候人們說 你連任也可以 可以走到民區 她真的可以 但她也有帶保鏢 但也有人找她合照 林鄭跌落到娛樂版 娛樂 轉型 成功轉型 做明星了,恭喜 再說一下佳志恆,擺到同一版 佳志恆在內地登台唱 死性不改,走音 笑死我 即是第幾句就是走音 她走完音之後 她就唱那句字 很好笑 但我沒辦法播給你聽 因為會有版權 她自己是沒有版權的 即是她已經離開了英王 不知為何她沒有版權 其實阿希希帶出這個問題 我覺得她只是偷雞 這首歌不是你的了 可能是版權 不知她跟經理人怎樣談 英王見她一場相識 也未必封殺她 說到有這麼多個年輕人 但是佳志恆在這段影片裡 最後一句是極好笑的 是嗎 我待會告訴你,笑死你 接著又跟大家說說 無無畏畏的那些 七仙語 七仙語現在玩break dance 什麼 Hip Hop七仙語 嘩,她真的什麼都聯絡 你看到這樣的情況下 開開心心就報了 佳英哥76歲大壽 原來鵬哥也有去支持 先說林鄭娛樂集感 不是 林鄭跌足屋娛樂集感 走去買菜 你怎麼看呢 你會不會想著跟她獻花 獻花? 有緣 穿著校服衝過去 拍手掌 有人說很仰慕你 不要亂獻花 上次誰都是獻花 何君堯 是的 其實她有保鏢的 但是 都不太嚴防 感覺上 看她又好像 很親民 又不像 以前不是嚴鎮以待 戒備等等 現在沒有這些事情 網民說 很多人跟她合照 你看到 隨便說拍到她 前後也有保鏢 她在街上賣菜 前後也有 但是 真的 她不怕 現在 但是 她遇到十步一殺 對 一樣是 這樣嗎 對 整件事一樣是英雄 當然不可以再這些 我覺得她就是疏於防範 我感覺上 又不說是疏於防範 現在香港也是很安全的 而且坦白說 沒有關係 已經是關於事 小心點 叫她 小心點 她說我打算來買菜 想不到這麼受歡迎 她是否打算遲些 可以轉行賣魚 她去世襪去買菜 我都會網購 她想到街上走 那是人 不可以長期屈在家 兩件事 人 我又不覺得特別過人 一個退休特首 我下街 我要買包餅 你說要去買煙 就走 不行 我先打給她保鏢 喂喂喂 A team 四個 四個 來到你家門口才下去 買煙都戒掉 不是 可能她遲些 如果你見她現在有粉絲 人氣 她有人氣 她轉去做賣魚 會不會 賣魚 林鄭 林鄭賣魚 她要體驗一下 民生也沒問題 是啊 大家可以試一下 但會不會太激動 或者要有些人先投胎 好像等於你想做特首先投胎 這樣 可能她要去賣魚也不會 賣菜 不會 這樣就 即是回不了頭 她是兩名保鏢 很隨行 很多人跟她合照 是啊 挺好的 至少她現在能夠轉頭 娛樂版 娛樂版 她當然是名人 她已經不是政界 但為何差那麼遠呢 女人和男人 有沒有見過CY酒去 下街 下街 不會 下街 下街 沒有了 起碼我們見不到她 下街 買菜 是啊 這樣也不一樣 她的解無寨是營救的 不知道 很朋友 這樣吧 林鄭跟大家說說她近況 對 對 接著說到很可愛 好笑的 Jer志恆 在內地唱歌 走音那裡已經好笑了 很不專業 有時候 藝人是看兩件事 要是看你很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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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她現在屬於是 好笑而已 後面那個 後面那個報警 背景 她的照片是她二十歲的時候 哈哈哈哈 李居明路線 是 二十歲的Jer志恆 她的照片出來 喂 你掉到海浸了十天 浮屍 腫了 喂 她的頭好像發菜 發起了 哈哈 她為了遮掩她肥半的臉 她的頭髮搞得好像曾比特 可能她覺得年輕人 現在是那種頭 麥多劉叔叔這樣才能紅啊 但是別人懂得唱歌的 嗯 你唱歌真的是鬼五馬六的 就是走音的 那怎樣走音 你們自己快點上去聽 增加她的點擊率 是 報紙這樣引述她說 她曾經一腳踏五船的Jer志恆 是的 她胖得來 一樣有女人喜歡的 不過看看有什麼質素 她啊 是啊 不要緊啦 現在她都不是想過了 要死的了 她二十歲的時候 應該也有很多人想打她 她又去打人 那這些都是 即是曾經的性上癮 嗯 值得多了肥腫難生 她現在怎樣頂癮的呢 即是她老婆在香港 她老婆我想都很想知道 哈哈 在大陸 做過什麼呢 喂 你小心別人按你按鍵啊 我想起一件事 什麼啊 然後她老婆就是 嘩很多話說的 一見完這些照片之後 她很安心啊 哦 你看看後面你以前這麼帥 這個 哇這樣 神經病啊 然後可能 嗯 應該殺傷力不太大了 這些呢 我肯定不會想 除非她是低能的 一定不會這樣想 白癡的 有錢就可以了 阿叔都可以了 究竟 欸 你講到重點 有兩個 哈哈哈哈 你講到重點 有啊有蘇摺啊 有蘇摺啊 有蘇摺啊 我來講髒話 嗯 預備的 有些人很興奮期待 有些人 我先唱回去 嗯 嘩他在 最後 完這條片 他唱這首歌 死性不改 完 他講一句話笑到我 我馬上 我聽他唱歌 你走音不太好笑 他講完那句話 我笑了出來 他講什麼話呢 他說 唱完這首歌 他說 我帶了一些簽名上來 是誰想要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笑得到我 嘩 音樂停了 那位直彈爆笑 欸 神經病 我拿了一些簽名上來 是誰想要的 怎樣啊 你後面那些人 現在在潑梁那些阿姐 不知道 有明星來 有多英俊來 看過真人感 是 笑話來的 哈哈 不是啊 這樣才可以做 是 喂 你想一下 這個呢 這個世界呢 紅呢 要不就是劉德華 要不就是劉馬車 嗯 有一個之前 是一個平庸的藝人 中規中規在中間 兩邊都不是 不是 他做藝人 他又不可以拿中庸之道的嘛 他向此傾向 或者超越 哈哈哈哈 OK的 找到吃的 嗯 我還是覺得 人是這樣的 朱駱威也是這樣聽的 我知道你們有聽過這節目的 說得多自大 不是那件事 不要假裝那件事 嗯 那件事是李居明才行 李居明拿了20歲的照片出來賣 賣那個 什麼 那些 榴槤運程 嗯 他竟然出來賣樣 他現在搞到好像照片那樣整件事 搞笑就行 好 說一下其他事先 七仙禹 七仙禹 七仙禹就知道了 知道自己什麼路線 有些人說 很喜歡聽你搬七仙禹 很浪漢 這樣 哈哈哈哈 多謝多謝 是啊 笑到那些人呢 真是 他說七仙禹不受年齡的束縛 就跳 匹立母 匹立母 網民擔心 小心腰骨 哈哈 小心腰骨 你 人家整個鬼佬是個訓練的器材 哈哈 你怕七仙禹的腰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粗年馬 不是啦 粗到一隻馬 真是 阿年馬師要默心加鞭 他就去馬了 哈哈哈哈 不用怕他 不是啦 女騎士 你小心人的腰 我小心你的招 好啦 那說到七仙禹呢 就說他現在很紅了 嗯 其實都是以無厘頭和搞笑的彈起而已 他當然可以說自己是很準的 嗯 對 什麼時候會去彈彈 他真的是彈彈 對 他有這麼多個 其實他是 我也不知道界別他是哪個位置 喜劇演員 他原先 原先都是喜劇演員 不是啊 又說自己懂什麼什麼 他就說 不是啊 我當你說笑而已 你當真的嗎 那時候帶人捉鬼 就是很多這些神化古靈精怪 喜劇演員 是的 只要他們那些事情 就是 我說什麼 什麼什麼 有人說MIRROR事件腰斬 然後我說什麼時候通關 就是有些準 我不走那些 隨便放一些星座下去 人馬座 撞到那隻天蠍座 哈哈 講笑而已 那七仙禹現在就跳舞 嗯 說他很潮 有些人說 狂舞派4可以找你做女主角 哈哈 這樣啊 那些拇絕師太啊 不是啊 他是走這些特別的路線 他是很成功的 你見他 是吧 break dance也是跟那些年輕人打成一片 打成一塊 是的 小心也是小心 他的動作是有些了 平時有做運動 女人很柔軟的 你不用怕 好 說多一點點 就說什麼 家英哥 家英哥這期擺大壽 這些是大壽來的 76歲 是呀 是呀 恭喜家英哥 早前剛剛要道歉在微博那裡 我記得的 那劉嘉玲就沒有了 哎呀 真的 我們有些年單則阿鼓 劉嘉玲會不會像家英哥那樣呢 哎呀 就相影成催 告訴你別人是 繼續我喊喊喊 嘿 不要緊的 男人呀 嗯 又要說家英哥的話 力得起 就放得低 這是 曾志偉拜 家英哥 Sorry 不是那個音 是力得起放得低 大丈夫是不是能屈能伸 對不對 可以的 腰骨的東西 他現在又站直 你看他拍張照 哇 精神溢溢溢 和鵬哥 鵬哥精神也好 和周韻發跑完步之後 整個周韻發 做運動 告訴你 做運動有多好 是啊 是呀 那些報紙傳媒都提醒你 嗯 都提醒你 之前英女王那些 那些過了去 不再說一次 是的 原來他9月23日生日的 羅家英 跟我曾經有個好朋友是一樣的 似乎心情沒有受到影響 遇上慶祝 有些人 如果這樣說 家英哥9月23日生日 你知不知道有些人說 同一日生日的性格很相似 是嗎 是啊 真的不知道 你有沒有結語過 跟你同一日性格生日的人 有 一次不像 不像 OK 那一次也不像 講完 有些很相似 為什麼呢 那個女同事 哦 那你很難 一個男一個 他性格一定是差一點的 那我不在生日日份 那個估計 家英哥的為人 因為這些沒得估計 是嗎 那大家其實都是祝他生日快樂 身體健康 家英哥很健康 今年年尾 不是今年年頭還是去年 對 他跳那個胸回來 嗯 我們都做不到 當然 他真的是 最厲害的文武生 有料啊 是啊 那些有功底 他還要是 有大病 然後現在 這樣可以 打胸 保養得住 頂得順 我覺得 家英哥簡直是生命的奇蹟 是啊 你不要看他 經常拿他來玩 沒有啊 我只是想起 我自己 不是說需要擦不擦鞋 我覺得 你只是看他這方面 你覺得這個人很值得尊敬 當然那些位 他這些叫做 識事靈人 而已 就是那個人很容易話為 難道在你面前說什麼 欺有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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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嗎 不會啊 是不是啊 不是說他輸什麼 對不起 那就算數了 世間就是這樣 是啊 像家英哥那樣 就很少紛爭 你說我什麼什麼 其實 不爭 有些人當我不對 對不起 行不行 OK 識事靈人 完了這件事 就算數了 是啊 有些人說 我和你這樣說下去 那就搞得鬧到今天 是啊 做人這種態度 學家英哥 少點紛爭的世界 很美好的 你看他 整班都很開心心 去到這些年紀 你不要搞那麼多這些事情 是 那個人自然 叫做安樂 低低調調 做人不用這麼做 是吧 你開心就行了 生日很開心心 那就好了 是啊 恭喜你了 今天講完我的娛樂集感 下一節那些更過癮 好 今天那些東西夠雜 先放在這裏 和大家沖喜一下 好 下次見 Bye